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更加强大 无论地球上发生什么 这些事件都是由每个居民如何使用造物主能量而造成的 光明势力努力铲除所有黑暗的工作仍然主要在幕后进行 可以这么说 请相信一切都在加速 你们世界里的所有生命就要发生转变 我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的贡献在此刻和以往一样珍贵 接下来我们想谈谈索尔 既在你的太阳系中化身为太阳星的灵魂 他都做出了哪些贡献 你可以将太阳 上帝和盖亚视为三位一体 他们利用造物主的能量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践 从而显化出了现在被称之为地球的这颗壮丽星球 索尔为你们世界中的生命生存提供了所需的光 但他能量激增时 会出现太阳要斑 届时地球的扬升进程加快 他的人类会从大众思想控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所有生命形式吸收光的能力增强 他们说你得避开太阳光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不过往身上涂抹上有毒防晒霜 然后躺在太阳底下几个小时把身体晒黑 这么做并不可取 但经常做些户外活动如种地 清理院子和干些体力活 照料鲜花 散步 游泳和团队运动 骑马以及遇宠物玩耍 或者从事任何能让你心情愉快和感到满足的活动 这些活动对身体 思想和精神都非常有益 如果你想保护皮肤 在户外活动时涂些炉灰胶吧 我们补充一点 制造大流行的黑暗心灵 知道我们以上手术是事实 这就是他们有策略的命令民众待在室内的原因 下面我们将简要谈谈你们所关心的问题 乌克兰局势不会导致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开战 更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 俄罗斯军队并没有摧毁乌克兰 是光明会 或者你也可以叫深层政府的特工 以及他们雇佣的雇佣军犯下的暴行和肆意破坏 然后嫁祸给了俄罗斯人 当这一切真相大白时 人们会对俄罗斯军队所清理的黑暗范围感到震惊 美国总统特朗普家中被抄出文件 这是他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所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旨在揭露和根除该国治理中存在的大量腐败 这个组织成员包括来访的外星人和外星人特种部队成员 由于光明会将用在飞行员和喷洒上的资金进行贿赂和制造更多的社会动荡 所以有些地区的化学喷洒已停止 我们不知道所有的喷洒何时会停止 也不清楚天气控制何时会结束 黑暗者把天气控制绑在了全球电网上 因此拆除这项技术可能会摧毁电网 然而由于所有基于黑暗的意愿都在随着震动的持续上升而减弱 所以用不了多久 全世界的天空就会变得晴朗 天气会再次由大自然母亲掌控 对于那些有害健康或破坏粮食作物的生命形式 消灭它们是可以接受的 在有害生命结束后 它们的灵魂会一种具有更高意识水平的形式回来 例如在密度较高的世界里 没有蚊子、苍蝇、跳蚤、蹄虫、蟑螂、蚁虫、甲虫、飞蛾和蝗虫 当宇宇飞船机主人员出现在你们的天空时 它们会让飞船毫无保留地崭新在民众面前 以此向人们表明 虽然它们距离你们很近 完全可以入侵 但它们没有这么做 因此它们肯定是爱好和平的外星人 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生活了五年 过得很幸福 我深深地爱着她 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 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不愿意承诺 遇她携手一生 她认为这是前世遗留下来的拖延症 有这种可能吗? 是的 的确有这种可能 甚至非常可能 深刻的情感体验被保留在细胞记忆中 并可以在以后的生命中 由类似的情况触发 拖延症并不罕见 会影响到个人的选择和行动 你不愿意承诺一段永久的关系 很可能是因为你结束了一段浪漫关系 这在你的一次或多次化身中 造成了巨大痛苦 不管你是受伤的那个人 还是伤害对方的那个人 只有悲伤留在了记忆深处 这种经历会留在你的潜意识里 一旦你再次遇到同样的境遇 你就会感到恐惧 灵魂契约中涉及到了这点 由于契约是专门为灵魂成长而设计的 所以累积灵魂知道 他们是否已经掌握 部分掌握或很少关注过所选择的课程 他们会重复选择相同的课程 直到完全掌握为止 有些经历过创伤的灵魂 他们会在出生前达成一项协议 包括扮演相同的角色 一直到他们可以轻松地避免 或愉快地解决一切问题为止 普遍的振动 有助于人们挖掘在其他生命中 灵魂层面的知识 让你意识到你今天对某事的强烈厌恶 是因为很久以前 也许是几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 弄懂了这一点 个人就可以摆脱过去对现在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导致衰弱恐惧症的非理性恐惧 训练有素的治疗师在精神和意识上高度进化 他们可以使用催眠或其他方式来帮助人们从记忆中解脱出来 圣经说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论断 而且通灵消息也告诉我们不要评判他人 如果评判某人的行为 与否定某人的行为之间有区别 那是什么 区别在于意图 意见是基于观察者个人的价值观和原则 是对一个人行为的直接反应 而评判则是有意为那个人贴上贬低的描述性标签 如果替身真的是在扮演已经死去的人 那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 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 光明会雇佣长得与真人高度相似的替身 来替代那些有相当影响力的人 这样公众就会认为 真人仍然在那些职位上发挥作用 在诸多替身演员中 有一些人戴着非常薄的 有弹性的塑料面具 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和模仿真人的言谈举止 另一些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但由于公众不知道他们是替身 所以不会质疑他们看到的这个人是否是真人 此外 电视上也会播放电脑合成后的逼真照片和影像 以此向人们表明这些人还活着 而且很活跃 正如真相会浮出水面一样 那些具有欺骗性的手段也迟早会露现 唯一不服从命令的替身是扮演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那个人 由于普京一直拒绝与光明会合作 两年多前 光明会最终成功暗杀普京 随后普京由替身顶替 几个月后 该替身弃暗投明 从那时起就一直与光明势力合作 最近我读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光子带中 很久以前 我听说我们会经历三天的黑暗 但不记得是在进入光子带之时还是在之后不久 地球这里的光强度是否延迟了这一天的到来 还是这一天马上就会来临 地球不在光子带中 光子带是一个强大的卵形带 由爆炸的超新星产生的增压离子和原子粒子组成 有个古老的理论称 行星将进入光子带的灵区 随后将出现三天的黑暗 另一种理论认为 行星与光子带相撞时会遭毁灭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 当行星轨道接近光子带时 所有生命都会消失 即便只是接近光子带 也会遭受巨大破坏 假如你已安全进入光子带 由于光子的振动率远高于电子的振动率 所以你的电器和电子设备将无法正常工作 随着地球不断上升到更轻的星光层 光子变得越来越多 而且会不断地增多 一直到它抵达它的目的地 高第五密度为止 在这里光子的自由能将成为能量来源 我希望马修能谈谈住在这里的天神 当我说天神的确存在时 没人相信我 我们很高兴确认这一点 诸如精灵仙女和妖精 不仅只是幻想中的民间传说人物 他们还生活在你们中间 努力地为你们管理着大自然 这些灵魂身材娇小 不能用肉眼看到 不过 很小的小孩子经常能看到他们 他们是由古代居住在木星上的高度 先进文明成员设计的 不仅天神的身体 而且地球上的动植物王国中的大多数物种 都是在木星上按照上帝 盖亚和索尔的愿望共同创造出来的 在这个人类 动物和植物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 并且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是万物一体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代 我们逐渐引入了各种各样的小人类群体 随着地球上的负面情绪累积 所有生命被摧毁 而这些灵魂是最后一批返回到地球上的 有些理论把天神与空气 火、水和土归为一类 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天神 为了满足地球及其子民的需求 需要不断与这四种元素互动 但这些聪明、善良、敏感的智慧灵魂 却十分与众不同 他们有家庭 住在社区 享受集体活动 哪里需要他们 他们就会到哪里去 他们的寿命可达五十年甚至更长 虽然他们的进化状态 能够让他们化身为人类 但这并非他们所愿 天神一直与植物 动物和矿物王国保持着共生和协同关系 几十年前 他们肩负起了发射光线的使命 从而激励人类再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随着震动的不断上升 你将开始在地面上 灌木虫和树林中或在空中看到他们的光环 最终你会和这些可爱的小人成为朋友 巨魔和食人魔也不仅仅是故事中的决策 这些灵魂 他们的身体通常比天神魁梧 但肉眼也是看不到的 他们很容易给其他生命形式造成不变 甚至带来困难 随着地球继续他的扬生之旅 他们要么吸收光 要么离开 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第三密度世界 亲爱的家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无数奇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许多像天神一样的人正等待着你们的发现 整个宇宙的光之存有们一直在为你们加油 并用无条件的爱支持你们 感谢观看